这是海苏睁眼后看到的第一眼多伦多 一栋非常超现实主义的建筑和一栋非常传统古老的石头房子 有朋友知道这些建筑的名字和故事吗 欢迎留言告诉海苏 这是九月中旬清晨的多伦多市区街头 大家可以看到气温并不是太冷 口罩是街头形容的标配 带没带上不重要 重要是人人都在脸上挂了一个 古老的教堂和时尚的LV包 就这样和谐的成为了邻居 秋天来多伦多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这个城市冷不冷 走在多伦多街头现在的温度还是很舒服的 不能不热 反正肯定不冷 然后一进房间里还真的就有点热了 这个大楼有很多著名的公司入住了 而且很明显它在修建的时候专门把这个教堂的位置给空了出来 海苏呢马上要去Middle City去见一位朋友 所以呢正在找公交车的乘车点 等公交车来了之后呢 还说决定还是打Uber 因为公交车不收现金 不能刷卡 你一定要办好公交卡才能乘坐 所以只好选择Uber了 Uber司机是来自于巴基斯坦的移民 他在多伦多搞IT 在中国有很多供应商 他也去过中国很多的城市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靠近市中心的街景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绿化都非常的好 各种各样的建筑 有很老的教堂 也有这种水泥的小高层 那么这些砖器的房子的话呢 很有可能也是木头搭的 新的建筑不是特别的多 不知道这和大家心目中的多伦多 是不是一样呢 开着开着 我们也看到了一片老的别墅 不知道这些房子现在卖价多少 有知道的朋友欢迎留言告诉海叔 这些别墅它的装饰风格和温哥华的 还是比较大区别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 大量的食材被广泛的应用 然后色泽呢 总体上来讲偏深色 好海叔的目的地到了 今天海叔要拜访这家企业的创始人 这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华人主流企业 怎样才能成为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一员呢 只要你够大够强 你就是主流社会的一员 现在多伦多有超过100万的华人 你能抓住华人的心 你就能在多伦多获得成功 成为主流社会的一份子 海叔继续形成 现在呢又打了一辆Uber 这里的油价大家看看啊 比温哥华的便宜多了 它一块三毛多 而且司机跟我讲说 它白天一个价 晚上一个价 白天一块三毛五 一块三毛六 晚上只要一块两毛九 一块三毛钱 还便宜五分钱啊 这到底是资本主义城市啊 市场竞争好啊 市场竞争好啊 这位朋友是互联网行业的一位知名创业者 还说和他认识两年 今天终于在多伦多见商了 这个叫清华园 清华园 清一色华人园 哦 清华园 叫Bersey清华园 这里就是著名的多伦多华人区万锦市 别名清华园 意思就是清一色的华人 大家要买房置业可以来这里的 可以看一下 哈佛这边高楼也很多 然后那边有很多华人餐馆 跟广东没有任何区别 这边我感觉比 比那个 聂志文啊 更想要更想做 他们那个小区呢 是特鲁多学区 特鲁多学区呢 是在在整个多伦多很有名 就是老土豆开了个学校 他们号称 好的 他们号称有一半的学生 能考到上方的一个多大科华人园 万锦的居民区呢 是新盖的 所以路边的树还不够的茂盛 这里的房子很有特色 外观都非常相似 全部是用深色的砖 砌成的外墙 这一点的话呢 和温哥华的房子呢 差异很大 在大温地区 房子的外墙 很多是用木材做出来的 这是居民区附近的公园 大片的绿地非常的养野 这里看看啊这是万锦的一个文化保护区 算是老街吧 晚上几位交往已久但没见过面的朋友呢 一起找了一个洋人的酒吧 吃了个饭 这就是海叔在多伦多的第一天 若大家想关注我的后继行程 欢迎加我的微信 加拿大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